哈喽大家好我是君君 陈明文出来开记者会了 而在大约15分钟的记者会过程当中 他和大家提到 第一个 这300万现金是完全合法很清白的 第二个 整个案子就是一个遗失的案子 也很感谢高铁帮他巡回 第三个 陈明文小儿子要付菲律宾开珍奶店的计划 腰斩了 不开了 一件很单纯的遗失财务的案件 我自己家里的闭路电视揭露出来的 所以钱从我家带出来的好不好 钱的金流没有问题 正常从银行提领出来 什么时候去提领 哪一天提领多少钱 都有很清楚详细的记录 我把这个记录 我把这个相关资料都已经交给律师 我也必须很遗憾的讲 因为这两天的风波 委员的儿子创业的仪式也已经 腰斩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 这些事情是一个很单纯的财务遗失 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的事情 因为我坦白说我就是很单纯 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件 储人的一个事情 也是一个很单纯的财务遗失的事情 其实这个案件很清楚单纯 它就是一个遗失物巡回 钱从哪里来 钱从银行领 什么时候领 领多少 都有详细的记录 所以陈命文提供了他从家里面拖着这300万行李箱 到电梯口的画面 证明钱是从他家里面带出来的 并不是像有些人猜的 是人家给他的政治现金 确实是从他家里面带出去的 好那第二个就是他说的 金流提款的记录 其实陈命文是有提供银行的提领记录 但是这一笔提领的记录 他并没有交给大家看 他只是放在信封袋里面 然后给律师就说 我有提领记录哦 你看我很清白哦 我有哦 可是你的财产申报只有240万 但这一箱现金就是300万 财产申报之后240万 那怎么会有300万 这个不是在财产申报的号 所以提领记录 其实是让你自清最好的一个机会 很遗憾哦 你在这边都没有说清楚 其实君君自己以前有开过咖啡厅啊 但是收起来了 所以我也很少提 像大家看到的这一幅画 像大家看到我现在坐的这个椅子 还有旁边的桌子 其实都是那时候咖啡厅收起来的时候 留下来的东西 那时候我大概开一间二三十人座位 有二三十人座位的咖啡厅 这样子的投资大概是150万 所有的设备签约的房租 再加上所有你看到的硬体软体的设备 这样子大概是150万 所以老实讲哦 300万我相信可以开起来一家非常有质感的 不是手摇店的非常不错的一间珍奶店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陈铭文 一直告诉大家 这是一件很单纯的遗诗而已 大家不要再问了啦 大家也差不多啦 不要再问了啦 但是我现在不是想要问这个 我现在想要问的是 如果陈铭文你对于300万 不管这么大额大金额的一笔数目 你都能够这么不小心的这样子遗失 而且放在行李箱里面也不上锁 行李箱到底有没有锁 我原自己也忘记了 是因为事后大家都说他没有锁 事实上他去确认是有锁啦 这么不在乎的 保管你自己的财物 那你当立委 能够好好的帮我们人民监管财物吗 你能够好好的去为我们人民的钱财 纳税钱来做一个法官吗 还是也会像你对待你自己的300万一样 大手大脚的随便乱扔随便乱丢 把我们人民的纳税钱也会随便乱丢随便乱花 其实这才是我最担心最在乎的部分 撇开陈铭文 现在是选举期间啊 政治现金本来就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如果真的是政治现金的话 那请问当选之后 要怎么样回馈当初给你政治现金的这一些财团呢 我们不希望政治人物被财团绑架 那我假设一些例子来说好了 之前好像有一些人喔 变成了大韩黑 像是杨秋星 那我们都知道他跟义大的关系非常的好 韩市长本身清廉不贪腐 所以他不会被财团企业给绑架 那他难免就会得罪到人 有时候看着这些突然变成大韩黑的人喔 我都不禁怀疑到底背后的意图跟动机是什么 不过祝人为快乐之本 而且真心要帮助别人 是不求回报的 企业真心帮助中华民国 到最后也一定会好心有好报 我们在这边还是希望小老百姓们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韩市长只能被人民绑架 不过说到民进党的贪污腐败 肥猫抽拥 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喔 每次讲到民进党贪腐 就有很多人会说 马英九时代还不是一样 以前国民党贪腐更严重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逻辑喔 因为当时民进党会当选喔 就是人民希望民进党能够改变 能够实现连结政府 谦卑谦卑再谦卑 可是现在的民进党喔 好像还是清出于兰 胜于兰喔 全部推给马维拉 说好的改变呢 说好的谦卑谦卑再谦卑呢 而民进党在蔡英文全面执政之下 肥猫愁有满天飞 总统的权限真的非常的大 他能够支配的位置 高达有一万个 而这些职缺 几乎都分配在民进党的亲信身上 其实真的人民很难服气喔 尤其这么多的公营企业 国营企业 全部都被占好占满 像是前劳委会的主委鲁天龄 他甚至一个人身上 就挂了四个职位耶 那一个职位的薪水平均在15到25万之间喔 那大家可以算一下他有四个职位 他花了我们每个月人民多少的纳税钱 而且他还因为贪污被判刑 一年十个月缓刑两年 就算真的要酬庸 是不是也能找一个有能力的 或是专业相关领域的 能够带给国家进步 带给人民更好生活的人才 以前有人说喔 当官的哪个不贪 但是贪完贪污之后 至少有做事 但是现在我们贪官污吏肥猫 基本上没有什么治理国家的能力 也没有办法建设国家 因为他们都不是靠自己很努力很用功 经过层层的考试层层的关卡层层的淘汰 而选出来的优秀人才 现在反正颜色选对了 不管有没有能力学经历 不管是不是本科专长本科专才 反正我就是安插你上位 肥猫们只要对主人唯命是从就好 不问是非对错 也没有能力问是非对错 那但是记得有错要背 之后就能够保证升官发大财 而现在肥猫酬庸的年龄 也是越来越低了 从吴依宁 口义哥 到现在28岁的郑逸玲 不是蔡逸玲喔 是郑逸玲 空降担任台船子公司董事 这间公司全名叫做台船环海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额是9900万 那台船环海主要是在做离岸风电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郑依林的学经历 他在2014年台大经济系毕业 2015年加入民进党智库 2016年担任行政院能源减碳办公室主任 做了没多久又前往英国伦敦大学 进修经济及能源环境政策 读了两年 2018年回台湾担任经济部绿能科技产业 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 而在2019年 今年担任台船子公司董事 其实郑依林非常的优秀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他的工作经验 加总起来大概就三年嘛 那相关的离岸风电 能源的经验 可能两年都不到 在国外读了两年的经济 能源环境政策 就能当台船子公司董事吗 那我真的不好意思开玩笑的 在这边毛遂自荐 我在国外读了两年的教育心理学 而且我教英文教了十几年 我了解老师学生家长 那我是不是可以 在教育部挂个职位呢 其实郑依林本身很优秀 如果能够在台船环海 担任专案经理或是研究员 我相信大家不会有意见的 不过不得不说 台船环海的董事 真的门槛还蛮低的耶 但是经济部说郑依林试任 然后还说郑依林兼任董事 每个月是8500块的费用 那郑依林她也不领哦 放弃哦 所以也不算仇佣 所以连钱都不要耶 免费的最贵好吗 民进党因为贪腐腐败太多了 我们就很会联想 会觉得民进党你们齐心可意 台船环海董事的任务是政策沟通 那总共加起来郑依林三年的工作经验 到底是能够懂多少政策 到底是能够沟通到多深入 到底是懂多少的能源 懂多少的风电呢 那这样子经济部 他的答案是适任 那我觉得可能因为年轻人 比较听话比较好操控 比较能够当一个好棋子 好傀儡 而且年轻人有战斗力 炮火猛烈 我们很感谢政府栽培年轻人 给年轻人机会 但是政府一下子给这些年轻人高官后路 不管是吴亦宁口一哥还是现在的郑依林 这样子会让大家觉得 哦我只要颜色选对了 我只要抱住政府的大腿 就能够升官发财 那这样子真正有理想有报复 有才能的人 他们怎么会屑呆在这样子的团队里面 整个政府里面都是乖乖的听话的打手 那要怎么能够定出好的政策 真正对台湾有帮助的政策 在这边呢也不得不大大的夸赞一下 韩国瑜市长的国策顾问团 是由张善政院长所领军的 很多的智库都是马英九 马政府时代的智库 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看到了这么多的转变 看到成功的 看到失败的 我相信这一些智库们 都会越来越有经验 那同时也很感谢他们 这样子帮助中华民国 帮助韩国瑜市长 韩国瑜市长能够吸引到 这么多的智库加入 也可见他是一个唯才适用 能够听取建言的人 在这边呢也非常感谢 这一些优秀智库的帮忙 相信有他们的规划 中华民国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定会迎向光明 那大家不要忘记哦 9月8号三重见 拜拜